宣导社交的防疫新北市领口区长刘淑芬亲自带领林里长和环保志工前往各里店家来拜访宣导 希望民众不管是购物或是用餐都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以降低社区感染与疫情传播的机会 亲民廉价后未降低社区感染与传播风险 林口区公所今天由区长亲自带领当地里长林长及环保巨工队长前往各里卖场餐饮店等各类商家 进行社交距离防疫宣导并请商家配合在明显处张贴宣导海报 我们区公所在第一线的执行单位今天特别邀请了里长还有我们的林长 包括我们环保队的队长一起大家出来做宣导 那我们这宣导的过程我们所有的商家也都非常的配合 大家都愿意一起来为这个疫情来做努力 那希望就是说室内是1.5公尺 那室外的话保持人与人之间保持1公尺 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这个防疫做好不要有破口 公所一行人一一拜访各商店家 所有的业者都很乐意配合宣导 也很感谢公所的用心并表示目前疫情相当紧张 有了这张海报就可以给民众一个明确的规范 不用店家一一向前来消费的民众告知 现在因为大家对于有没有戴口罩距离 这个比较介意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样宣导之后对大家比较一个明确的遵循的规范 透过我们这样子积极的宣导 挨家挨户的宣导 让这样子民众在不管是购物或者用餐的时候 能够保持这样子安全的社交距离 刘淑芬区长希望透过宣导 不管购物或用餐 民众都能够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请民众在防疫期间务必遵守相关规范 以降低社区感染与传播的机会 并做好个人卫生防护 相信大家都能平安度过这次疫情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林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